又来到美国进行交换之后呢 真正加入休斯顿芭蕾舞团 现在呢也有我们的黄校长自己主要负责教课 那我们刚才看到了曾薇的精彩表演 他也提过他可能对以后的安排的话呢 也是在自己在准备 同时他也考虑过要去读书去上大学 那我想了解就是说你们现在的团员 一般可以跳多久 那跳完之后是有什么样的发展 或者期间他们都会选择什么样 不同的发展方向呢 也有读书的之类的 对就是现在舞蹈演员 其实跳舞的生命就是不定性很多 就突然如果你今天伤了就跳不了 但是一般如果说你保护的好 自己身体保护的好的话 就能跳到35岁 外国就是35岁 但国内的话可能甚至就要更短一些 就是其中呢 他们就是以后如果不跳舞 就是转专业的方向的话 就是都很多 其实就各有所长 就不只是在限制于舞蹈老师 但是当然舞蹈老师是大部分的 就是舞蹈演员的就是 的未来就是这样子 但是如果你喜欢其他 比如说商业 engineer 还有很多就比如说 转型的也有完全就一样的方向 对也有完全转型的就有 就其中就刚刚我们说到李存信 他现在除了就是有自己的 一个company以外 他自己还是一个股东 所以就特别就是 可以转型做商人 就是多元化的发展 同时可以做几个 对在美国这点挺好的 因为那个在美国很多大学 对那个艺术类都有特别的照顾 像他们如果去考大学 比如说将来受伤了 或者以其他什么原因去考大学 美国大学都会有 比如说对艺术 你是修层吧的舞蹈专业演员 然后会对你有一定的加分 也不会要求你 比如说考试多少多少分 对会对你有一个特别照顾 因为这边考试是看多元化的 不光只是分数 还要你有一定的其他的能力 包括你这个跳舞的这个才能 也是他们很认可的 对那则成你觉得就是说 你们现在的这个舞蹈团里面 你觉得你现在呢 如果你想发展的话 比如说你可能从二团进入一团之后 慢慢的也可能像我们黄校长一样 走向首席的这个方向之类的 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路程 就是说需要什么样的 之后的一个选拔的这样一个程序 还是说有没有这样的机会给我们大家 会有的会有的 因为我们我也在不断努力往上攀爬 想等到有一天会成为首席 也是我的梦想 如果说这个是你的梦想的话 那有多少人跟你竞争 就比如说这个首席是现在有几位 然后每几年会有一个新的首席加入 对像刚才真伟说的 我们跳舞的年龄呢只有直到35岁 所以说这机会很短实际上 对对非常短非常短 所以说我们每一年会有更新 每一年会有更新 然后也有人被升上去 也有人说因为迟在跳动了 我要转行也有这样子 那黄老师是怎么样 来了之后就可以直接来做首席的 美国的特别所有国外的巴勒伙团 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它比如说它有一个Union在保护你们 然后比如说这个修设巴勒伙团 我只能雇佣五六十个人 你如果前首席如果没有离开的话 你永远升不了这个位置 就是有的时候 我对大家有的专业舞者建议 是你可能在国内积累一点舞台经验 比如说在国内你跳到首席 或者跳到solo 你在出国你的舞台经验 就可能会比会更加划算一点 因为你在国内的话 一直上面再有人顶着 你solo如果不走的话 你就永远是群舞 你如果有一个solo走了 你可能升到solo 你会有更多的机会 如果一个principal走了 你可能升到principal 这才会给你更多机会 你如果一直没有人走的话 你就可能就是一直待在这个群舞 就很难会有机会 很难会有自己的将来的发展 很像就是说我们现在前几期节目 也跟大家讲过就是一些企业 安排的一些规划 包括怎么样去认识更多的 比如说同行 或者找一些伯乐 看看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这个舞艺 让学艺更加的精湛 那提到这的话 我也想了解一下 大家站在台上的都是非常美 然后对舞蹈 对芭蕾舞蹈已经有一个非常 非常就是登峰造极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但是你们对芭蕾的这些 比如说是这个就属于专业化的这些探讨 是不是很多 比如说你们平时跳舞的时候 除了琢磨芭蕾的话呢 跟你们的吉他的一些团员会怎么样来了解 怎么样创造出更多的 更新的芭蕾舞 这些比如说芭蕾舞的一些舞种 或者是和现代舞的一些结合在一起 那真为你也跟我说过 你们在国内的芭蕾舞系 跟这里是不一样的 那你从这里从中是学到了 什么样的一些创新呢 就是古典芭蕾舞的话 可能就是都类似 但是现代舞因为国内 就是教学的比较严 所以什么都要一模一样 跟老师这么学下来 但是在国外因为不要自由 你想怎么去做这个动作 你就有自己的方式 所以就是说这样子创新出来的 现代舞会比在国内的要更好看 更多元化 然后同时我就想补充一下 就像刚刚 就国内呢 其实就有很多像考核 每年考核制的才能升到主要演员 那也有很多就说 国内的朋友就问我们就说 你们怎么样可以能升到主要演员 或者是读舞呢 就这里的话 就是没有一个说要考核的 这一个的这个event 就只说你只要 他的演出很多 所以就只看你 综合性的一个比较 对 看你综合性 看你就是会不会经常伤 看你体能怎么样 看你在课堂上表现怎么样 演出表现怎么样 就双舞 就所有他都会考核 就当时就是黄校长 就是比较能力非常的好 就是他也资历也比较高 得的奖项特别多 所以就直接就过来 就可以当主要演员 我们刚来的时候 就可能就是比较 就是还是学生 所以我们在二团进修了以后 现在我们就是能力也非常的好 就是非常强 就是有不同的方向 很多的方式可以来 同时呢 这个要求呢 也是非常严格的 那我现在就预祝 这两位呢 也向黄校长学习呢 然后呢 之后呢 可以继续在舞蹈团发展 包括呢 也可以在舞蹈的造诣方面呢 有更多的发展 那谈到这儿呢 就想了解一下 比如说你们对舞蹈的创新 或者说你们看到 现在的这个芭蕾舞的一些剧目 是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方向 做成功大家介绍 现在介绍一下 现在的剧目 还有你现在看到的一些 芭蕾舞蹈的趋势吧 好 像以前呢 就是有很多古典芭蕾舞 有天鹅湖啊 睡美人啊 还有吉萨尔啊 等等 就是非常 非常有 情调 非常有感觉 但我觉得现在呢 会更多一点 就是有故事情节 因为像我们现在在排的是一个 罗密尔 朱丽叶 就你这些古典的那些 对 特别有名的故事 来整变成芭蕾舞 在国内现在也是 好像还是蛮盛行的 比如说有一些像 《红罗梦》啊什么 对 大红灯 高高照之类的 这样的话 可能是不是能够让 普通的观众 离芭蕾有更近的一些接近 对 因为最起码 他们已经知道 这里的故事是什么 然后就更容易去明白 我们在舞台上 想要传达的是什么 像 就说 像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红罗家子》 每年 美国都非常的就是 啊 现代街道了 我们来去看 后来就成为一种传统 对 其实每次都是一样的节目 然后演员也是一样的 音乐也是一样的 但是大家还是一直都喜欢 气氛就是在那里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 美国相对来说比较好 那谈到你刚才也说一个 很经典的一个节目 舞剧叫做吉塞尔是吗 对 对 然后我也知道黄校长 最近呢也是自己 带着自己的学生 都是一些非专业的学生 自己安排了一个自己的舞剧 给我们介绍一下 那个是从何而来 怎么有这样的吉塞尔 对 我很荣幸 那个今年也刚过去 在14年的10月11号 我们在Hewson Downtown Hobby Center 然后奉献一个 芭蕾舞全剧吉塞尔 这个芭蕾舞全剧 我们说要跟我们平时看的芭蕾舞的 简短片段又不一样 它是带有故事性的 它把所有的故事情节和芭蕾舞的 脚尖鞋 还有所有的技巧 都传说在了 变成一台舞剧的形式 奉献给大家 大家可以从一开始 吉塞尔出来 他爱上王子 然后最后王子欺骗他 最后吉塞尔又原谅王子 最后一个非常非常浪漫的 一个芭蕾舞剧 然后我们学校 我是请了 也是他们是我的 非常有力的团队 然后也是请了Hewson Ballet 有明星来客串是吧 也是请了最专业的演员 可以带小孩一块 在真正的舞台上表演 真正的芭蕾舞剧 然后包括我们也是 自己把那个 真正的芭蕾舞的房子 还有背景都搬到专业 对 就跟真正的芭蕾舞剧 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我们当时在台上 有大概超过一百个学生 都是非专业的学生 都是非专业的学生 跟我们专业演员 联合在一块 太幸运了他们 对 他们是非常非常幸运 我们小时候都从来没 都没有这样的机会 可以和明星 专业的明星一起 在十几岁的时候 可以登上这么好的舞台 而且表演一个专门的 一个完整的一个芭蕾舞剧 而且这个在修顿 应该也算是前所未有的 因为我知道当地 也是有很多的舞蹈学校 但是如果是像黄校长 这样专业的 而且这么尽心地来培育 我们下一代的芭蕾王子和公主 也是非常难得的 所以我们这边的华人 应该也算是 非常地感谢你 那下面就是 我们最后一个环节 就是我们也是要眼见为时 看一下黄校长 今天给我们带来 什么样的现场表演 好 我今天会带给大家一段 我在教学上 还有我们今天 今年Resettle一个片段 让大家看一下 看着我们的小孩 是怎么经过我们的 太好了 专业的芭蕾训练 那我们先看一段 黄老师和他的学生的 现场表演 然后马上回来 我们先看一段 我们已经开了两个月 已经开了两个月 在两个月中 我们已经成功了 大成功了 并且更多的孩子 来带来带来 我们来带来 这一段 非常有趣 我非常感兴趣 我非常感兴趣 The reason that I named Dance Studio as Huang Dance Studio is because when I first came to join Houston Ballet My college called me Huang And our studio were performing a big production like a huge production Giselle in this October On our recital It's a romantic to act ballet I did this Giselle as like over 20 or 30 shows And this is one of my favorite classical ballet Because my singers they have a very beautiful love story And every time I did this piece it made me join this story I like Huang Dance Studio because I like all the teachers Ms. Chen, Mr. Huang and Ms. Paul Before I started dancing ballet my posture wasn't as great as it is now And I worked on my technique day after day with the help of Huang Dance Studio But a few years ago I switched to the Huang Dance Studio because I was told that I have a dancer's body I'm tall, skinny, and I have long legs I'm very grateful for the opportunity we get next year to be a part of the Giselle dance production It's a very professional production it will be very challenging for us but we're up for the challenge I just came to Huang Dance Studio about one and a half years ago And I really like it here because they teach ballet and different styles of dance I guess I could say this is one of my favorite places to dance We love dancing!We love Huang Dance Studio! We are excited to 2014 Deceptibles!Yeah! 观众朋友欢迎回来你现在看的收看的是秀成剑影 我们在广告之前欣赏了黄校长还有他的学生的精彩的吉塞尔的片段 那黄校长真的是在我们芭蕾界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才华 因为据我了解呢就是说除了我们李存信老师之外呢 你算是一个是绝对是大家都认可的是他的一个接班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是李存信老师他去到了就是澳大利亚 Queensland芭蕾舞蹈团的时候呢专门来到休斯顿来邀请黄校长去那边 和他一起合作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对那个时候是2013年吧2013年 然后李存信是当时他的电影在休斯顿做手印 然后我们也是他也是我们从小的偶像 然后他当时从澳大利亚特意飞过来找我 然后说他被任命为澳大利亚坤三百的艺术中间 然后可能需要我去帮忙 然后我那个时候 他是怎么挑中你的呢 我们当时是他知道我是休斯顿ballet的唯一一个花园的首席 然后我当时在休斯顿也挺有名的 然后他特意飞过来 而且你的经历和他非常像 对非常像 咱们也是就是从小被老师挑过去 然后一系列的事情 我觉得是跟他特别特别像 对 然后我们就之前谈成了一个合作 然后就是我会每一年去澳大利亚 帮他完成几个经典的芭蕾剧目 然后跟澳大利亚当地的演员 然后帮他完成三个到四个比较主要的芭蕾剧目 然后他当时是邀请我们全家搬到澳大利亚去 但是被我婉拒了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舞蹈学校刚刚开始 然后很多小孩都是特意为了能学到很好的很专业的芭蕾舞来我们学校的 然后所以我最后还是决定会留至少半年的时间每一年 然后待在休斯顿 然后带着我的学生咱们一块学习最正规的芭蕾舞 然后完成我们最专业的演出 然后服务我们的华人社区 然后李存信他也是我们那个时候一个 怎么说一个伯乐 然后我们当时记得基本上咱们三个所有人都是看了他的电影 对 看了他的书 然后才知道有休斯顿巴鲁舞团 然后上网查了一下 然后是美国四大巴鲁舞团 然后当时的Ben Stevenson多么的有名 然后我相信他们到休斯顿巴鲁舞团也是因为休斯顿巴鲁舞团有很多多元化的剧目 比如说不光是很古典的巴鲁舞剧目 会有很多现代的最创新的最前线的舞蹈的剧目能给他们跳 然后这也是比较心疼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就这里每一年都会请到全世界各地的有名的编舞者来给我们来编几个好的剧目 其中我们自己的团长就是非常的有能力去编这些舞蹈 然后他呢就明年的一月份可能就会编一个全新的Romeo朱丽叶 然后就是因为有偶然的机会就是有一些就主要员他们正好上了 所以我就得到了一个coverRomeo的 太厉害了 对我就说这人长得这么帅不演Romeo那怎么可以呢对不对 就亚洲版的Romeo 那这个我们很期待什么时候可以上演 对所以对他来说一定要好好把握好这次机会 对如果是演得比principal还要好 还有可能就将来将来将来是非常非常好 对其实也是因为这个机会 所以我就是停住了这个 其实我就得到了已经得到了那个Arizona University的offer 但是就是因为这一个又回到了我最初的梦想 对就是人生要做很多的选择 因为刚才郑文也说过他都已经给申请了大学 然后准备了一个舞蹈录像 就是准备参加正式入学了 但是呢又得到了这么样的一个 就是等于是男一号演Romeo的一个角色 什么时候演 呃是在二月份应该是明年二月份 明年二月份很快就到了 那为了支持你 我相信我们全休森的华人一定都会来的 一定要支持你走向休森芭蕾下一位首席的这一场 咱们也希望将来以后 在Hewson Downtown的Warden City 能看到更多的花园去欣赏咖雷舞 对对对对 这个我们今天也一定要好好强调一下 因为我们刚才所说就是节目的类型呢 很多也很多元化 有一些是古典的 大家听过的 有一些呢可能是你完全没听过的 因为我们当地呢有非常好的一些编舞老师 可以来给大家做一些设计 谈到编舞我还是很好奇 就是说一般的演员怎么样才能作为一个很好的编舞 是说还是说你编舞的话就不可以跳舞 这是说就是说对于一个就是芭蕾舞的一个理想化的一个环境的话呢 你们是不是有一定的创作的空间 对 其实 其实以前有一个说法就是熟读唐诗三百首 不会坐视也会赢 是有 你如果经历过十几年的芭蕾舞的训练 全都是全新的舞蹈东西让你去学 你每天学 你会有自己的想法 会有自己想法用肢体语言来表现出来 我现代我每一年都会给我的小孩编一个全新的芭蕾舞 不管是脚尖不管是现代舞 都会给他们编一个全新的作品 让他们尝试不一样的风格 然后我们每一年也会比如说让陈薇让泽成也过来 也过来做一些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 自己想编的舞蹈 然后给我们大家看 然后每个人尝试一下新的风格 这是对大家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福利 对 那泽成有没有现在开始来尝试一些编舞的作品 有 有尝试过 但是因为你要编舞的话 因为里面会有很多内容 因为第一你要选音乐 对 第二呢你要有这个构想 你要编什么类型的 现在你就说大家主要走的这个类型是有没有什么改变 现在是不是现代的内容会更多一些 对 比如说可能以前是一些古典的 那现在会讨论一些不同的话题之类的 现在比较热门的一些 你给我一些现在的一些新的新的剧目 让我们也稍微了解一下 比如说你的团在准备的 我们现在团在准备 因为Romeo Juliet 非常 也是属于一个新版 不是原来的故事是吗 对 以前我们一直在做Ben Stevenson的版本 然后今年我们团长说 我也想自己来变一个 我也想有我自己的版本 然后呢 然后休斯顿巴黎团的演员也是非常专业 说为什么我们开始来做一个新的这种尝试 但是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排练了将近有三个星期四个星期 对就已经基本结束了 就是基本结束 我们有那种Sword Fight 也有就是像那种真的那种在台上 他们这个非常有意思 然后Romeo Juliet 它是两个地方会有一个基建的大斗 对 他们会专业专门的请基建队的教练 去帮他们教他们怎么去拿这个基建 这等于是融合基建和芭蕾 也给观众有一些冲刺的感觉 就是不同的那些就是碰撞的感觉 对 现在就是连基建我们都要学 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对 那基建就是其实也挺危险 就是只要如果你的 你基建的你的就是 就如果是真正的建吗 还是有一些道具的 对 真正的建 那姜现在台上效果也非常好 因为你们现在越收 我就感觉越期待这次表演了 就会有所有的男演员都会在台上 然后呢紧接会找自己的partner 就是开始训练 去开始对打 等于对打 对 然后呢就是也是对我们演员一种 新的尝试 新的体验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 这一类的 对 然后我们也要记住 打这里打这里 一些招式这些套路 对 跟芭蕾是不一样的 怪不得我们修森芭蕾在全美 然后等于是在全世界都有一定的名誉 因为咱们这边也是非常专注于创新 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我们节目马上结束了 最后呢我想请我们的黄校长 给我们做一个收尾 因为他我觉得是等于是我们在这边 芭蕾界的元老 然后呢对芭蕾也是有最最深刻的一些了解 还有他自己的一些感悟 对 首先谢谢大家收看这档节目 我想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去享受这个芭蕾舞 去享受芭蕾舞剧带给我们的所有的理解和快乐 然后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 咱们可以站在最好的剧院看最好的芭蕾舞 咱们在休斯顿就有这个条件 然后我的学校有这么好的团队 然后我们也是每年都会奉献我们最为专业的芭蕾舞剧 还有最专业的芭蕾舞的production 给小孩给当地的社区华人 然后我们明年也是在做一个想做一个芭蕾的普及 然后我跟我的团队也是一些最专业的芭蕾舞演员 还有最专业的音响师 道具师 灯光师 我们会做最基本的普及 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一块进来 然后我们一块理解芭蕾 对 我相信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华人芭蕾的新时代 希望大家今天对芭蕾有更多的认识 得到了一定的普及 那更重要的是 你们何不赶快走到休斯顿江湯的休斯顿芭蕾舞蹈剧院 去观察一下我们这三位 我们大家都已经非常认识的芭蕾王子的现场表演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咱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